斗斗影视派,天天都精彩 大家好,我是斗斗 天龙八部当中有一人横空出世 结果一举扫平了天龙各路高手 这就是大名鼎鼎的扫地僧 而在一天当中也有这样一人 这就是在末尾少林寺之一出现的黄山女子 此女武功之高,叹为官职 如同师父指点徒弟一般 就制服了当时很是刺激眼球的周芷若 她的武功究竟有多高,能打赢张三丰呢? 黄山女子最后自保家门 中南山下,活死人梦 神雕侠侣,绝技江湖 也就是说点名了 她是当年神雕侠杨过和小龙女的后人 而她使用的也就是正宗的九阴真经 因为不是速成版 所以不用使用梯霜来增强功力 而因为必然是从小修习内功 所以功力会极为扎实 甚至可以说 她才是整个射雕英雄传 神雕侠侣和倚天屠龙记当中 除了创始者黄肠之外 唯一系统修炼了九阴真经的人物 为什么这么说呢 在黄肠之后 九阴真经成为武林的瑰宝 连五爵那样的人物都疯狂地追求 那只能说明一点 就是修炼了九阴真经 武功必然会跨越式发展 可以压倒性地击败五爵级别 不过王重阳没有练 周伯通教导郭靖的时候 不自觉地熟悉了一点 就可以取得对东斜黄药师的优势 黄药师其实也没有练 因为没有找到适合的机会 伊登大师自然是连看的机会都没有 红奇功借助九阴真经 在武功全尸的情况下居然练回来了 还不自于欧阳风 而很显然的是 红奇功只是修炼了其中适合恢复功力的部分 而没有系统的修炼 郭靖被周伯通逼着练了不少其中的功夫 但是周伯通自己都不会 显然也教不好 加之郭靖已经有了全真派内功作为底子 所以也不是系统的 至于陈玄风 梅超风和周芷若 只是修炼了其中一两门具体武功 就已经可以在绝顶之下的一流高手当中 占据明显优势 不过 显然和系统修炼没法比 而黄山女子必然是从小浸润九阴真经 身体无比扎实 当时的他虽然只有二十七八岁 但是如果从小习武 也很有可能接近武功巅峰 张三丰武功虽然高 按照他自己说的 很可能没有当年郭靖大侠的功力 如此比较之下 作为九阴真经的唯一传人 黄山女子也完全有可能创造奇迹 战胜张三丰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欢迎留言讨论 喜欢痘痘的小伙伴 麻烦点赞收藏加关注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